中央給殯葬業者的公文當中 那裡面有 內容有寫到說 建議醫院或接體車上 入鏈封關之後 禁送火化廠火化 我要請問 這個禁送火化廠火化 這是不是直接火化 的意思 這跟我們沒有規定要24小時內火化 這有沒有矛盾的地方 在我們的規定就是要兩層絲帶不得打開 那 儘速好去處理 那火化原則深埋要報準 24小時要報告 但不是24小時要處理 醫體 所有的公文的發給都是一樣 都是要求是要禁訴 但是並沒有要求要24 小時 24小時我們從 前年開始就已經在講就是說報告 就是這次傳染病 報告是24小時 但是處理我們是要求禁訴 那方式是以火化 原則 那要深埋要先報準 那另外一個在裡面困難 就因為大家還是有一些 魚氣 怕有殘留一些病毒 所以要求一段裝個絲帶 希望只有兩層的防水 絲帶 那一旦裝了 裝進去之後 就不希望再打開 如果你要特別去停留 要放在冰櫃等等的 我們基本上都還是 單一的建議就是要禁訴 因為禁訴的話比較不會影響到裡面進出的人 還有在處理屍體相關的人 那進來大家有一些 反應 所以我們特意也拜託陳副指揮官 就像在民政的系統裡面 跟相關的業者 就怎麼樣能夠 使用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些方式 在感控的原則 可以被實行的情況下 那是不是能夠更符合一些 民俗的方法 我想這需要有一些討論 COVID-19 跟我們新型的A型的流感裡面 都不需要 在24小時裡面去處理 去火化 是要求要火化 或深埋要報告 要報準 所以這裡面大家還是從109年到我們公告 1月15號到現在這個公告都沒有變 這公告都沒有變 那至於應該講有什麼情況 那當然在處理的時候 我們要求是禁訴 那禁訴是在感控上的需要 不需要的暴露 我們當然不需要它暴露太多 因為其他周邊還是有很多的人 所以任何單位來講要處理這事情 我們還是建議 禁訴火化 如果因為宗教或各種因素 信仰的因素不能火化的話 那就要報準才能夠深埋 大概原則這樣 那至於 相關的家屬的心理 我們當然要請就 相關的單位 還是要盡量說明清楚 讓他心理會比較 就不要那樣的在哀傷之間又多了一層的傷痛